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講的影片大家可以回去查 柯文哲在最後一次質詢 最後一個會期的時候 他遇到邱威傑苗伯雅給他的提醒 邱威傑跟他講說 台北市議員邱威傑跟他講說 你如果在白目或用人不當 你未來挑戰大陸 就會有問題 然後瞄博雅跟他講說 你的案子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講柯文哲那個時候的態度是 他討厭的人質詢他回都不回 理他都不理 而且是用鄙視的方式在做回應 因為他已經沒了 沒有要選了 我台北市長做到第二任結束 所以大家去看2022年 那幾次質詢我印象非常深 只是那個時候可能新聞不大 那個時候我對柯文哲 我幾乎可以講說 他是有史以來 態度最惡劣的縣市首長被詢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真的是隨便 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管 我不知道 他是真的是連那種 我不要啦 我不管啦的那種語柱子都跑出來 但是還嗆人 對還會回嗆 你懂什麼 還會回嗆 所以那個因為2022年最後全台灣在選 然後加上柯文哲沒選黃珊珊選 所以他的那個當時的新聞量很低 你後來就翻出來看 那個根本都不是一個正常 都不要說政治人物 但是不是正常人會做的行為 所以他在第三個時期跟陳志涵合作的時候 陳志涵就是負責出去燒殺魯掠的嘛 就是製造話題 然後吸引寮姬 他可以去跟林濤吵架 可以去跟周永恒吵架 他就負責是在做這件事情的 他不是來跟你講道理的 所以當你理解陳志涵的行為的時候 你就可以體諒這個政黨 已經現在叫做前驢忌窮 我還是要講那句話 民眾黨會起來 不是因為黃國昌 黃珊珊 柯文哲 蔡壁魯 是因為柯文哲 不是因為剛剛講的那個什麼其他的人 所以你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點選民視向前行 我是要來看主持人的 但是我點下去的時候 主持人別人代班 黃國昌來代班 我轉台 然後第二天我又點進來 我要看又這個 又不是你黃珊珊代班要轉台 所以柯文哲這個民眾黨這個頻道 點進來看不到柯文哲的時候 大家是會轉台的 那這個時候其他的代班主持人 一直想要搶收視率 不管演得多麼慷慨 激昂 打扮得多麼漂亮 他就不是現在的正牌主持人 他就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們對於黨主席的競爭越激烈 對於民眾黨的分裂越強烈 能不能挺過這一關 就是要必須靠有系統 跟體制制度上的修正 讓民眾黨可以定於這個 為理念為中心的一個政黨